嗨 大家好 我是鐵熙 距離之前做子宮頸癌前病變細胞的手術 到現在已經超過三個月了 那因為前陣子我非常白痴的 不小心把我跟醫生的那一支影片誤刪了之後呢 我就想說這一次重新上傳想 順便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身體狀況 這一次在年前做了檢查報告 報告中顯示 其實我還是沒有完全好 但是呢值得慶幸的是 我現在並沒有處在什麼CIN1啊或CIN2 就是我沒有在CIN7裡面 但是還是存在一點點少量的 16型子宮頸癌前病變細胞 那我接下來其實要做的就是 要把我的免疫力持續的調的更強 然後就繼續持續的追蹤 然後就是希望我接下來可以很快的就沒事了這樣子 那既然影片決定要重新上傳 所以前面有幾個東西我想要跟大家更新 然後也跟大家補充 第一個就是因為這個影片出來以後 我真的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訊息 很多人也因為看了這支影片去做了檢查 那後來就發現 的確自己怎麼真的一檢查就有問題 甚至有一些人是去做檢查 結果發現自己已經是 真的進入到子宮頸癌的第一期 所以後來他就直接去做了手術 把子宮拿掉這樣子 因為有一些網友有告訴我說 他們有試著苦口婆心的去勸自己身邊的朋友去做檢查 那身邊的朋友就是用一種很 不以為意的態度說 幹嘛你得性病喔 我在這邊其實我 真的要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HPV不等於性病 會得到HPV有時候是不需要透過性接觸的 而且在統計的數據裡面呢 全球的女性有百分之八十 都有可能有幾率會得到HPV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會經由 因為你的免疫力夠強 所以最後會沒事 所以我覺得我看到有在開這樣子玩 玩笑的人 其實不是男生欸 有些都是來自於女生 那我會覺得說 你開這個玩笑好笑嗎 因為我真的有收到很多的訊息 是他們對於自己去做檢查 結果我發現 我居然是有HPV的 那他們是非常的震驚說 我這一生就交過這麼一個男朋友 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勞工 我根本就是沒有就是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會有HPV 那甚至也有人的媽媽阿嬤 他們就是因為子宮頸癌 所以過世的 那我會覺得 就是拜託一下 尊重一下自己的性別 好你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那你不尊重你自己 如果你開這種玩笑 真的是一點都不但不好笑 然後還會顯得你非常的無知 這個議題 必須要把它拍成影片 就是因為 很多人都不覺得自己有事 那癌症在發生之前 也因為完全不會有任何的感覺 我是沒有感覺到任何不舒服 我自己去做檢查 所以我才檢查出 有子宮頸癌症病變細胞的 那這個議題非常的重要 所以政府之前才會花這麼多錢 就是找一些明星阿 然後來代言這個 什麼六分鐘護醫生嘛 然後第二點我想補充的是 因為有太多的女生 也是經過檢查後發現自己 是有HPV的病毒 但是因為HPV有非常非常多的型 不一定是只有子宮頸癌症病變細胞 還有其他不同的型 有一些女生是有一點太過度恐慌了 一聽到檢驗報告是陽性 就非常的緊張非常的慌張 覺得自己會不會死掉 我前面有講到說 因為全球的女性有80% 這一生都有可能會得到HPV病毒 所以這個東西也不能說不嚴重 應該是說如果你盡早去做檢查 那你盡早發現你有這個病毒的話 這件事情都非常的小 甚至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處理 只要你的免疫力夠強 他就有可能自己會痊癒 所以不需要太緊張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檢查 就是因為你要先做 你要知道了你有這個病毒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 後續去追蹤 我們要做的是預防子宮頸癌 好那補充完這一些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直接進入到之前 我請林鄭中醫生來幫我回答大家的問題 這一次我也會把醫生回答問題的幾分幾秒是什麼問題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如果你有那樣子的問題 你又懶得把影片全部看完的話 你可以就是從下面去找幾分幾秒 那可能會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就進入之前我霧山的影片吧 我現在已經到了就是我這次做手術的這個診所 然後它是林鄭中婦產科 那這是院長林鄭中醫師 大家好 對就是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很謝謝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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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真的你很熱心 很熱心公益很棒 對好 那今天我們專業的問題 就交給專業醫師來回答 因為我這一次上次的影片就有收到一些留言嘛 那留言大概就是有說 只有不檢點的女生才會得HPV 並不是 我臨床的經驗上 有一些單一性伴侶 一樣會得到 那甚至我有病的人是處女 沒有任何性行為過 只為了就是去泡個溫泉 那溫泉水可能有被污染 比如前面泡的人又感染到HPV 然後他就被傳染到了 他就得到菜花 來這邊治療 而且不是少數 就還蠻多的 那甚至我也遇過有媽媽得到 媽媽得到 然後一個女兒是國二 國二她告訴我說 她媽媽說 她跟女兒有個習慣 每天在一起泡澡 因為感情很好 國二的女生 那媽媽是個老師 後來證實我有切片 證實是菜花病毒 菜花也是HPV的一種 然後後來就那個 回去她把她的小朋友帶來給我看 那我也做化驗 因為也看到了 也證實也是有 就因為兩個母女在一起泡 在家裡泡澡 浴缸泡澡 結果女兒被媽媽傳染到 所以他們並沒有什麼不檢點 那媽媽也是單一性伴侶 爸爸很正常 覺得老實 可是他們就是喜歡去泡湯 所以有時候是會跟人體的免疫力有關嗎 對 當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確實你得到機會就更高 那有人說 那我有得到我的姓伴女 我的老公 他跟我一起去泡 可是他就沒事 那我只能解釋說 那他先生的抵抗力 免疫力比他還好 喔 了解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只有做抹片 那沒有做HPV 那為什麼一定要兩個都要做 因為現在我們醫界知道 會得到子宮頸癌 他的原因就是HPV 那幾乎佔了統計上98.9% 美國最近做一個800多萬 美國他們的民眾 婦女的一個統計 他們建立一個檢查 認為說抹片加晶片 他準確度竟然高達98.8% 讓子宮頸癌比較不會漏掉 他比單純的做抹片 單純的HPV都還要準 然後甚至也有醫生 有醫療團體 美國有醫療團體 建議說直接做HPV 抹片就不要做了 等於說他認為 他要先到得到癌症 一定要先得到HPV 可是他還是有盲點 對 還是有盲點 所以他們是建議兩個要一起做 那HPV的話 我有病人 就是半年前抹片 發炎 那他得到病毒 對 那半年後再做抹片 原胃癌 因為那個 他代表什麼意思 他可能在三年前 四年前就得到病毒了 那他只知道做抹片的狀況下 他又有潛伏病毒 治癌的病毒 他不曉得 那時間到了 就發生病變 所以是有可能 就是測HPV是有的 但是你測單紙測抹片抹片是正常 還沒有癌病變 經過可能半年一年兩年 他就變癌症 他一般統計上三年到十年 會發生癌症 那但是你多抵抗力也好 病毒消失了 你可能也沒事了 嗯 有收到蠻多人說 那他最近已經做完了抹片 對 可是他忘了做HPV 那你會建議說 他再隔一段時間還是嗎 我會建議 他可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後回來 不做 那我都會告訴我的病人 當你抹片正常的時候 你不要認為說我一定安全 但是相對的我反而我做到HPV正常的 我自己本身我還沒有遇過得到癌症 反而是得到癌症的人身上 我都可以抓到高危險的HPV 所以我認為HPV事實上他比抹片還很準一點 嗯 知道了齁 好 那我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 大概幾歲會開始適合做 他有沒有年齡限制 事實上只要性行為 就應該要做 嗯 那我一個 性行為過多久嗎 嗯 因為他從病毒得到到潛伏期 甚至致癌齁 要三年以上 得到病毒到癌症要三年以上 嗯嗯 所以我是認為你有性行為一兩年後 你就可以考慮先做 嗯 我們可以在還沒有發生病變癌症 症以前先把那個病毒找出來 甚至可以做進行治療這個動作 嗯 也可以施打疫苗 來綁護 嗯 那我遇過最年輕子宮頸癌20歲 20歲就子宮頸癌喔 不是癌前 是癌 子宮頸癌 對 好可怕 如果這一次檢查正常的話 嗯 那我就是要隔多久再做檢查 有一些醫生的看法是三年以後 因為他從沒有病毒到有病毒 得到病毒大概剩下三年以上 所以有醫生建議三年做一次 嗯 可是我很多病人是 我去年也沒有 去年也有 嗯 那我雖然他抹片做不會癌症 嗯 可是我可以做進行病毒的治療 嗯 因為有一些藥物可以幫忙 提升免疫力來治療 趕走病毒 嗯 那他就不會變到癌症 或病變我們再來治療 嗯 那當然有醫生的看法說 你癌症我再來醫 我都可以醫好你 嗯 可是那時候就會比較大悲作章 我就叫我的病人每年做 因為確實很多病人去年沒有 半年前沒有 半年後一年後有了 嗯 有了當然他抹片一定不會馬上癌症 嗯 可是我可以進行做一些治療 塗藥 或吃藥的方式 然後追蹤到病毒消滅為止 嗯 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有人說 那如果 我這次檢查完 然後我很久很久都沒有性行為的話 對 那我需要做檢查嗎 還是要做 因為我遇過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是尼姑 嗯 出家十年 十年沒有性行為 他生過孩子 嗯 然後十年前他做過抹片沒有問題 嗯 十年後做抹片 原胃癌 嗯 那我也找到HPV 代表這病毒在他身上已經有一陣子了 就潛伏了 潛伏了可能十年了 那十年以後他還發生病變癌症 嗯 因為像抹片有說 現在是說三十歲以上是健保有給付 對 對 那這個是包含說是只有醫院有給付 都有 所有的醫療院所都有 哦 那就是一年一次 你在別家做過了健保就會連線 就不再給付第二次 即使你發生病變癌症了 再追蹤 三個月六個月追蹤 他還是不給付 就變成次第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對 但是HPV就是自費嗎 就全部都自費 嗯 好 然後下一個就是 因為有些人是說 那如果現在是正在懷孕中的話 可以做這個HPV檢查 當然可以做 我甚至驗到 因為懷孕 永未來 那身上驗到那種高危險的病毒 那他 也有人他還沒有癌症 他只是感染到病毒 那他又 又怕日後變癌症 所以他懷孕中我甚至都可以做治療 塗藥來治療 嗯 我不能給他亂吃藥 可是我可以用塗藥這個動作來治療 嗯 治癒率大概八成 嗯 然後我會請媽媽 多補充維他命 甚至有吃一些益生菌 提升免疫力的一些維他命 那叫他生活作息要盡量正常 那可能因為他的免疫力提升了 那病毒也被他自然的免疫力消滅 但是相對的來講 因為不擺抵抗力就是不好 對 所以有時候是有一點比較難 比較難一點 嗯 很多女生其實是很害怕內疹的 對 對然後是有人說就是 呃 坊間好像有推出 例如說居家檢測HPV 你用什麼看法 我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就像你抹片 嗯 那你因為害怕內疹 那你沒有做 那我們醫生即使做抹片 做到有問題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兩點 那那一兩點是最重要的地方 你沒有抹到 你可能就是重點就漏掉了 嗯 所以才會有人曾經每年做抹片 都正常喔 連巴掩都沒有 突然第四年第五年癌症 默契 因為他在重要的地方感染到 沒有被偵測到 嗯 所以你自己去盲測 你可能做準確度沒那麼高 嗯 而且我們又不懂 對不曉得你要做哪邊才做 亂抹一通 對 是的 好 接下來的問題是疫苗 就關於疫苗 因為有二架四架跟九架嘛 是 那就是他們的差別是差在哪裡 嗯 二架是保護十六十八 嗯 那十六十八型 這兩型就占了七成癌症 嗯 那四架的話又多了六跟十一 嗯 菜花是六 十一、十六 這三種 所以你等於是打了四架 你又保護到幾乎所有的菜花病毒 嗯 那那個子宮頸癌相對的也保護到七成 那九架又更新了 它南化九種最毒的HPV病毒 嗯 這九種就佔了九成 統計上是九成的子宮頸癌 嗯 九成以上的菜花 嗯 所以現在九架的疫苗很夯 我也鼓勵我家人打 嗯 包括我自己都打了四架疫苗 嗯 我太太也打了四架 我女兒在國一國二 兩個女兒都打了四架的疫苗 這麼早就可以打了 五歲以上就可以打了 他們國一國二就打了 哦 那他們現在跟我說 爸爸能不能幫他們打九架的疫苗 那我說好的 或有了我再幫他們打 所以四架打完還可以再打九架 疫苗公司認為說 你要間隔一年就可以再打 哦 那甚至有時候 你打了一針了 像我今天我有一個 兩個月前打一針 嗯 那我就請他說 好你下次的時候 如果你想打九架 你就 四架你就不要再補打了 就直接重新打九架的 哦 原來是這樣 二架四架九架 他們的 呃 那個叫什麼 預防的機率是一樣的嗎 因為我知道四架好像預防 他們認為說 就是二架它保護到十六十八 它的價 價力比較強 哦 它的抗體比較強 比較持續久一點 嗯 可是因為它只保護到兩種 這兩種 當然也不能小看它 就佔七成癌症 對 但是四架又包含到 本來就包含到二架裡面的十六十八型 它多一個六跟十一 嗯 它的病毒 抗病毒的價力沒有那麼強 嗯 齁 但是 相對就是說 在美國他們統計 就是之前打過二架 曾經有過 有問題在歐洲英國 嗯 那在美國他們 所以他們打最多的就是四架 嗯 現在九架是剛新的出來 嗯 還在統計當中 嗯 嗯 然後我覺得是 看啊 我覺得跟 你可以跟我們的醫生討論 有醫生幫你做 比較直接的建議 對對對 不是說二架一定不好 因為它的價力比較強 對 所以有的醫生認為說 它綁癌的效果會比較強 會比較持續 嗯 但是因為我很多病人打四架是原因 他們擔心說 欸我去得到菜花 第六型 十一型 因為我常常驗到油 就像你剛說泡溫泉啊 像今天冷枕我就好幾個 哦 就好幾個驗到油的 所以其實HPV機率會非常高 對不對 因為大家很注重休閒 那種休閒的 你很難避免你不會去游泳 你不會去泡溫泉 哦 你不會到飯店 嗯 那有時候 我是不曉得 那中間有沒有機會 有關鍵 沒有消毒乾淨 沒有清潔乾淨 你被這樣感染到 你剛好有地方你不好 嗯 聽說酒駕是用年齡到26、27 對 因為美國做一個統計 他們美國講求科學數據 認為這些人打了以後 有臨床的效率 然後他們統計9歲到26歲這個族群 嗯 那也不代表說27歲以上 會沒有效 因為他只是還沒有統計 嗯 所以目前來講 他我們以他們的訪單來講 建議 原廠建議 9歲到26歲 你可以直接施打 不管你有沒有得到病毒 不管你有沒有性行為 都可以直接施打那個 4架的疫苗 還有9架的疫苗 嗯 但是4架的疫苗 歐洲有做一個到45歲的 等於27歲到45歲 等於補他的資料 他也認為可以施打 也一樣有效 嗯 所以4架 所以我很多病人他說 啊 雖然訪單說 啊這個只能打到26歲 有人他也是希望能夠 即使他30歲了都希望 欸我又想打9架 嗯 只是說 在以原廠來講 他不敢跟你說 啊保證有效 你剛說酒駕很夯嘛 對 然後有人就說 欸他酒駕打一打 然後打到 因為他要分三次打 對 然後欸同樣打第一次來第二次 就缺貨了 對 那怎麼辦 這個就像說我們打一秒 打到一半 懷孕了 那怎麼辦 懷孕我們不打嘛 啊懷孕不能打 懷孕它是歸納為B級的用藥 喔 即使你懷孕中不小心打到 都不要緊 原廠他們做過 他們認為是B級的用藥 但是你一旦懷孕了 他就不建議再打 但是等你生完以後 把欠的那一針兩針 一劑兩劑再補回去 一樣有效 因為這個 疫苗它有記憶力 嗯 它是有記憶力 最新收到的報告 就是 疫苗公司 告訴我們說 他10月1號 開始正式供應 只是 他由原來的5000塊 漲到5500 一劑5500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人是說 聽說還沒有發生過性行為的人 打疫苗 預防的機率會比較高 是真的嗎 都 都一樣耶 因為沒有性行為過 原則上你不會得到病 病毒 我講的是陰道子宮頸 外因部不一定喔 然後沒有得到 當然打 直接有產生抗體 但是 以外國原廠 我請教過他們 他們是說 即使你得到了 假設你打了9架疫苗 那你9種病毒裡面 得到的其中的一種 那其他8種 你會直接產生抗體 那另外一種 會在那病毒以後 如果消失了 他抗體就會出來 所以他只是產生抗體的先後順序而已 喔 所以其實 所以事實上不管 都一樣的 你要是像我有病人有驗 沒有病毒 那他跟你沒有性行為 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打了一樣是有效 男生也可以打疫苗嘛 那男生有 就是也是一樣 2架4架9架都可以打嗎 他原廠反單建議4架 2架我沒有看到 4架建議 可以打到男孩子女孩子 那9架的話 目前只建議打女孩子 喔 因為 男孩子也會因為得到HPV 得到口腔癌 陰莖癌 外陰癌 肛門癌 這都有發生的案例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打 我打了以後 我主要是因為我的工作 常常有時候 需要幫病人電燒 HPV 菜花 那我怕吸到那個煙 那個煙已經有案例 有一些醫生會吸到煙 煙火感染到 所以我自己打疫苗 是怕我得到這個 喔 那有時候我也會帶N95口罩 來做電燒這個動作 我也擔心我跟家人去SPA 三溫暖 不小心碰到病毒 剛好身體抵抗力不好 又被傳染到 所以我打了 我有打 那男生就是如果要打4架的話 是一樣來婦產科嗎 還是說 對 這個疫苗應該是它供給很多地方 小兒科 家醫科 婦產科 婦產科是一定有 有的地方 他可能沒有進這個疫苗 可能怕病人會白跑一趟 喔 所以就是可能要詢問一下 對 要詢問 對 沒錯 那醫院的話 醫院應該都會有 有要掛什麼科嗎 一般大概就是掛家醫科 我會建議如果說你到醫院去 你就掛家醫科 一定可以得到質詢 我都會告訴那個病人 他的配偶 如果打了 事實上是保護到自己 嗯 比如說我打了 是保護到我自己的太太 嗯嗯嗯嗯嗯 是 好 那我想今天的問題 應該我先統整到這邊 我不知道還大 會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就建議大家可以到婦產科 來詢問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一定要做檢查 對 我覺得就是說 田小姐這些問題 都非常棒 我們的網友也都很愛 是網友問的 不是我問的 真的 真的問了這問題都很直接 嗯 我覺得我們網友真的越來越棒 也很高興今天 藉由田小姐的機會 讓大家來分享這些訊息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就 謝謝醫生 沒有 不客氣 應該的 記得要做檢查喔 是的 好 那經過今天的影片 我希望就是大家對你們的疑惑 會有更多的答案 更詳盡的答案 我真的蠻謝謝醫生就是 因為他是院長 所以他非常的忙碌 但他願意撥控來 就是我的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解說 你如果上網查 你就會查得到說 其實 全世界的女性 會有 這一生會有80%的機率都有HPV 那有一些就是看你的身體免疫力好不好 那當然這一次也因為醫生的解說 我覺得 嗯 可能往常大家對HPV一些 舊的觀念 就是應該也會有所改觀 那 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真的可以很嚴肅的正視這個問題 然後其實我中間 不管是Instagram的私訊也好 還是臉書的私訊 還是來自YouTube的問題 我有看到蠻多人也是曾經跟我一樣有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甚至他們的媽媽他們的奶奶 可能都是子宮頸癌過世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需要重視 對 然後還有加上 我有收到一個留言 那個人他是說 他是那個檢驗所裡面的檢驗師 那他看了這個影片 他其實就有跟我說 他在檢驗所裡 測試這些 呃 要怎麼講 測驗這些東西 其實報告真的有很多的女性 大部分的結果都是陽性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就是不要想說 這些事情跟你絕對無關 因為我當時也是覺得 這件事情跟我一定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其實我知道有些人的心態會抱著逃避 會很怕知道 那萬一真的怎麼辦 要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發現有狀況的話 其實 盡早治療 或者是盡早做檢查 那才是最正確的 千萬不要 因為害怕內診 或者是害怕知道說 你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然後一直逃避問題 不去做檢查 呃 因為這樣子等到事後 你的身體真的 例如說真的得到癌症 或者是真的發生了什麼很重大的狀況了 那可能到時候你的治療費啊 或是你身體的病痛就會 就是可能會十倍百倍的痛苦 嗯 好那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也覺得非常有幫助的話 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當然就是也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點擊那個 什麼開通什麼小鈴鐺 然後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